你怎麼看王侯 我會指控潘孟安論文抄襲 上週才處理完前客家部主任 蔣傑安論文抄襲爭議 現在自己的競選總幹事 潘孟安也捲入雪倫風暴 把潘孟安論文有問題 其地方映出來貼牆比對 國民黨立委王鴻薇指控潘孟安 高師大碩士論文超過54%涉嫌抄襲 論文第十七頁文獻探討部分 抄襲國家公園網站 第十八二十四頁同樣抄襲網站 二十二十八三十二頁都疑似參考 別人論文沒有著名出處 潘孟安沒回應 不過他發出三點聲明 強調自己論文有原創性 沒有抄襲疑慮 尊重學輪會審查結果 呼籲政治力不要進入校園 經比對論文相似度低於 百分之二十三 符合校方要求 有綠營資深幕僚指出 潘孟安催生屏東縣 水上油氣等條例 因此論文才會以肯定旅遊為題 這題目少有人比他專業 黃論抄襲 而高師大經過調查後表示 潘孟安碩士論文 確實有違反學術倫理瑕疵 但尚未到達撤銷學位的程度 校方書面告誡 並要求兩個月內完成瑕疵更正 潘孟安的論文 經系統以及人工比對 相似度低於百分之二十三 合乎高師大的規範 並無抄襲的疑慮 來陣營大動作澄清止血 避免炒作學倫爭議 模糊選戰焦點 三連新聞林凱涵 由一部Essential的台北報導